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氣為了冷又穿這樣 這有帥嗎 拜託的 有喔 穿了就會開飛機不會啦 打飛機可以 開沒辦法 來一間私訊客人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剛好宣導一下精華可以撿一下 其實這個長久以來都有這個狀況就是 我們粉絲專業很頻繁的在跟客人互動 讓客人問問價錢 有些客人喜歡上上面拉迪賽 有些粉絲朋友對不對 那有一些長久以來都會有一些車行的去 私訊這一些 在我們粉絲頁上面有在 問車子的這些客人 比如說他在問一台IMPRESA 他可能就私訊他說我這邊有台IMPRESA好香好甜喔 更棒更便宜有的沒的 甚至有一些自售的也會 之前也發生過 看我有一台什麼車然後他自己剛好也在自售什麼車 然後他就直接私訊有客人說我有一台比小四哥更香 一手車 原廠保養什麼什麼就來我們這邊拉客人 然後這一次剛好前一陣子發生的又是一個 也在有在拍影片的YT 然後來拉 我是認為啦 這種他沒有法律的規範 這只是單純的一個道德問題而已 其實他也沒有犯法沒有什麼 那我是覺得如果身為一個 老闆他允許下面 我不知道他應該是不會指使下面去做這件事 你去別人那邊挖 反正這個我覺得也不用去求證 去求證就切割就好 我不知道他自己這樣做切割就好了 無所謂啦我也是秉持的一個開放的態度就是 可能你在外面 你也找得到其他更便宜的比小四同款車也許更便宜 對不對那其實這個我們賣東西的數學 本來就是服務嘛 我坦白說服務就是需要利潤支持 對啊這就是這樣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 已經習以為常 甚至有新車的你知道嗎 新車業務我就不講哪個牌子 不只一個牌子很多最近正在沿上的牌子也有 就直接我們有一些客人可能問我們年份比較新的車 他可能就直接會去私訊我們客人說你不要買小四這一台 我優惠你一點新車你直接 直上新車來跟我買 我們也遇到新車業務也在我版上面抓客人 我想說我們這個網站現在已經 發展到一個地步了 有沒有 大家都來我們這邊 找客人了 你知道嗎 你們到底有多缺客人啊 挖到我這邊來 我覺得很厲害 連新車都挖到這邊來了 我真的是醉了 沒有關係啦 我還是一個 在這邊做一個宣導啦 其實我還是要講一下就是 第一個 你要來這邊挖人 那個是你們的自由 因為這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我只是希望要轉達給我們的這個 消費者 就是說 你當然你有權利選擇 你自己覺得更CP值更高更划算的東西 我也不希望說 第一個造成我們這一些 留言粉絲的困擾 那當然對消費者來講你是真的想找車的 有別人來私利也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那至於說你們自己到外面去其他地方交易 當然就不在小私的管轄範圍之內 那你們自己就是多留意就好了 那第三個 我還是一直在再一次的強調 我不認為說 現在有太多的 車商 在 拍YouTube 不是說有在拍影片就一定是OK的 包含我自己 我也常常在宣導這件事情 你們今天絕對不能把 拍YouTube影片當作 等於是 可以買 不是喔 這不能畫上等號 你還是要親自的去了解 那看看磁場合不合 然後看看評價可不可以 你再決定要去跟誰購買 我常聽到很多 粉絲朋友會說 你有在拍YT我怕什麼 你不能這樣講喔 不是有在拍YT就沒事喔 第二個每個人做生意態度是不一樣的 那第三個 現在有很多也許是跟風來拍的 因為看 小事啊誰誰誰 拍了以後好像 這個 生意不錯 行銷效果還不錯 大家來學來學著拍 什麼人都可以拍啊 那你用手機不要用攝影機 用手機隨便一個人就可以拍啦 你們自己還是要斟酌一下 好不好 至於說你如果要被 被人家牽走 被人家拉走 我覺得 就隨緣啦 我本來我就是抱持隨緣的態度 那再一個方 像就是說我們也在篩選我們的客人 你當作其他人來買我就買你 對不對 我們也在篩選客人啊如果你是這麼容易的被其他 人拉走 那 你跟我們沒有緣分啊也許你也不是我們要客人 我們要客人是認同我們理念 認同我們做法的客人嘛 對不對那你如果只是跟風來聽說小事很紅來看一下 那你一下就被拉走了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客人我坦白說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而已啊 所以我不會去阻止啊或者是去什麼我只是說 第一個我希望這個有你覺得你有被打擾到你可以封鎖或是來跟我反應 因為你在我網站留言然後你收到一大堆有的沒有訊息 我也不願意是因為我你被人家騷擾 有人有要找海力 電車環島嗎 講到海力我這邊有準備一個要講就是 海力跟泰山拍的那個野馬的影片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裡面有個地方 有點講錯啦 就是泰山那野馬的 殘殖的部分 那我覺得他那個地方講的有點出入 我怕這個觀眾被誤導 當然泰山的那台車子 當時他買進來的價格是用車行收的價格買 其實你們現在再去找現在市面上呢泰山那台車只要車況還允許的狀況之下大家賣都還賣60幾萬 所以泰山說那個車剩30幾萬我覺得他那個講法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購入的金額就是以車行的 角度下去購入的 那他中間花多少錢整理是另當別論 但是殘殖的部分不是像他講的 兩年前一兩年前買40 現在就剩30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畢竟泰山是這個媒體部的 他可能對於這個 車子的殘殖的變化 變動比較沒有感覺 所以他那時候的40萬 其實人家再買是更貴的 那是因為我們買 所以我們才買40萬 懂我意思嗎 懂我要表達的嗎 要不然我想說 觀眾被誤導說 野馬現在剩30幾萬就買得到了 對野馬基本上到一個程度都不會再掉價了 有沒有有人說2018賣一台野馬的車行 現在都還沒動 價格其實不太會掉掉到一個程度 野馬掉到一個程度不太會動 就不會再往下掉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有觀察疫情 以來 有一些雙門跑車 反而漲價了 例如 BRZ86 然後野馬 這種雙門跑車還有一些敞篷車 MX5 Buster 雙門的保時捷等等 這兩年在疫情期間其實都是漲價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有可能我自己的判斷是這樣 就是因為大家沒辦法出去玩了 所以有些閒錢嘛 那反而讓這一種所謂的 好玩的車子 Funk Car是不是 大家有點閒錢想說不然我買一台 我夢想的車 對不對反正我已經夢想好久現在有點閒錢 也不敢亂投資 那不然買一台MX5 買一台野馬來帥一下 我發現這一兩年 這一種雙門車敞篷車 價錢好像有上漲 像我最近買一台野馬 比我去年買的還貴 一些性能車耍帥的好玩的 都漲價 神奇了 那其他的那種比較這個 中價位 能見度高的車子 前一陣子有動漲 但是現在又 跌回來 有再跌了 真的啦這兩個月我講得很準 我那時候五月就跟大家講 生意會變很差 然後又延到六月才要繳稅嘛 所以這個陣痛期拉長 本來陣痛期五月大家把這個 懶帕的 把該繳的錢繳完就算了 早繳完繳都要繳 再來一點就是現在最近 很多的新車 都開始交車了 還有這個像Lazos 什麼X NX 也有一些新車 Lazos最近也丟很多車出來 當 市場上 數量丟出來 人家丟到二手車市場 車多 他自然然就會下降 發現小新車那邊進口車有 比較多了 有特別原因嗎 車況好我會留下來 那為什麼進口車變多 我坦白話講 在進口車這個部分 缺車比 國產車 嚴重 再來 現在雙逼的 你如果你們最近有人去 新車看 去訂車 都要等很久 所以現在賓士的車在市場上 是稀缺的 所以只要我有機會遇到 賓士車我一定會 懶帕 想辦法把他留下來賣看看 我認真講喔 我現在遇到一些賓士車 因為進口車的那個單價 占我的財產比例太高了 你知道嗎 我以前的想法很簡單 我賣一台 我留一台100多萬的賓士 我可以買 三四台focus 雞蛋是分開籃子放的 不是放在同一個籃子 這三四台賣掉的利潤總和 會超過一台賓士 一定超過一台賓士 所以我以前想法是這樣 我幹嘛把自己壓力都那麼大 可是 最近是因為生意也不好 國產車 中價位車也不是說賣的特別好 那 再加上這個雙逼啊 一些進口車缺車 所以進來的話 我希望來拼看看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他 不想在 進口車訂了要等好幾個月的 有些想說 新車要訂要等那麼久 我先買一個二手的 來度度時機 而且我跟你講 那車是這樣子 我以賓士為例 賓士缺到什麼地步 我的賓士車只要我跟消費者買到 有時候我們放在那邊 假設 還沒賣出去 我一直放著在賣 消費者都沒來買 他會漲價 我有時候放到受不了了 去賣同行好了 同行還更高價來買 我還可以賺錢 進口車是真的會漲 Volvo里程師 不是沒在收高里程 不是那個因為那個是我們賣出去的 之前我們賣出去的車 車礦有一定的水準 我們檢查完賣給他 他用了 一段時間 那我們也知道他有定期保養 他照顧的也好 那他要回來再跟我們換車 我們就會跟他收回來 也算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那基本上 我們這邊出來的車只要你 你回去 照顧的好 沒有發生什麼 碰撞什麼 基本上我們有很多客戶都是一直在跟我們回來換車 我們都是很樂意 而且我們收的價格 只要你照顧的好 我們回收的價格 一定都比外面還要高 因為我們對我們這邊出去的車有信心 而且這台車我回來我不用再 浪費那麼多工時做 像第一次這麼詳細的檢查 我們這邊甚至電腦裡面就有記錄了 我現在我們公司在做的事情跟 我不敢說跟新車一樣因為我們沒有他那麼大的資源 那我是有去買軟體回來就是 把我們 只要有經手過的車 我們當初換了哪些東西 對這台車整理了哪些東西 我們電腦裡面都有記錄 所以你再賣回來我們車牌一輸入我們的電腦 一查就知道 之前我們幫他換過什麼 那這次我們就可以更省錢 有些東西可能已經才用沒多久 比如說水棒譜就好了啦 水棒譜我交出來的時候都換新的 他關在引擎裡嘛 我如果是收外面不知道的車 我一定要再換一次 可是我如果電腦可以查 這個水棒譜回去才開了5000公里還不用換 我們就會很清楚 我們可以跟下一個人講這個之前我們賣出去 水棒譜 我們只用了5000 所以後面還有比如說7萬多可以用 所以這個先暫時不要換 我們電腦有建檔 所以我們對我們賣出去的車 其實回收的意願是高的 現在有YT要來顧車小事哥用一招你出去大門回來 就不是這價錢 這計畫我喜歡 不是本來就這樣 我剛剛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知道嗎 我也是這樣跟人家拍拍拍久了 我後來歸納出一個道理嘛 你可以比較 你可以不賣我 我也可以你出門以後我不想買了 我是這樣覺得啊為什麼 我天平座的你知道嗎 憑什麼你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 跟我在一起 我不能決定 我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男生女生不是公平的嗎 你也可以看我早餐啊 小姐我們要交往看看 大家到底看看會合不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啊 他說 這樣喔我回去考慮一下 好啊 你回去考慮我也要考慮啊 再回來 你要我不一定要啊 你也可以啊 不行啊 不行喔 只有一個而已 沒有選擇權 交往女生 除了要看對方的長相 也要看看自己的長相 對啊 我整件衣服都放給你啊 你在賽事看看 18喔 我出去找他有沒有20公分的 我再回來 決定要不要跟你 處理一下 我覺得 大家是公平的啊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喬價錢 我跟你估55 估53 沒關係啊 你現在賣我就這個價錢跟你輸贏 我們是有誠意的 我有誠意 也不是說你沒有誠意 你可能也很有誠意 但你還想比 OK啊 我也不能拿槍 逼你做決定嗎 這很合理吧 你要出去比OK啊 但是你出去呢 再回來要賣我 我不一定要買啊 因為你出去 遇到比我更高你就賣別人 啊我就是什麼 備胎 對不對 線上700多個觀眾朋友 你們 有誰當備胎 當得很開心的嗎 你打加一啊 你覺得當備胎很爽 你就打加一 你都當人家備胎 你就很開心 我是不開心啊 我是不想當人家備胎 對不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不要說冠儀 影片效果啦 我相信消費者也會這樣做 怎麼做 我跟他估53萬 他開出去 別間說啊那個小事網紅你知道嗎 去別間車行跟他講 喔我知道小事那二手車行應該都知道 他估53啦你要估多少 你被人家當一個 台價的工具你懂嗎 啊我幹你拿別的網紅的價錢來 壓我 啊有人會覺得說 喔幹網紅也沒什麼嘛 踢下去 對不對 他現在 假設 他佔小事一萬塊買了 他出去可以說啊我跟你說啊 我買到這隻 麻煩啦 小事還要出五三 我幹事我都站了 站四啦 孤車孤贏網紅他有沒有很爽 對不對 他出去跟 同行有話聊 對不對 我跟你說這隻 那個小事夠過啦 那個網紅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跟你說要站一萬啦 小事也沒什麼啊 好再來一個 假設他出去 孤了一圈 沒有人 53萬 每個都估50 51 52沒有人要願意跟他買53 他比了三天比了五天 真的沒有一個人要跟他買 跟小事一樣53萬 然後他就開回來 小事 我是那個三四天前有沒有 你有幫我估53萬啊 啊我回去考慮好了 我跟我老婆喬好了 他說小事跟53萬賣給你沒關係啊 沒有不能這樣講 客人現在很屌很厲害 有的人會開來就想 小事 53萬喔 我是這樣啦 我去外面 人家是跟我估53萬5千 不知道小事這邊可不可以再高一點 有的是會電話再回來 他出去已經沒有人跟他估53了 他回過頭來說 我在外面喔 不好意思 我那個小事 小事哥是這樣啦 我一個親戚介紹一個車行 沒有人跟他介紹 都是他自己去找的 車行喔 跟我估這個 53萬5千 小事哥我們是看你的影片很久了啦 我們是你的鐵粉啦 主力如何 部落格 我就開始看了 我真的 我每天沒看到你的音頻 我都睡不著啦 沒載到睡啦 小事哥是這樣 我們是真的很希望賣給你 可是真的這個54萬 因為人家都估53萬5 不知道54萬可不可以 通常喔 我在這邊我也可以直接講 通常這種我就說 沒辦法 沒有緣分 那53萬5你賣他好了 我也是要賺錢 不是說跟你差那個5千1萬 對你而言你5千1萬你覺得很多 我們也覺得很多啊 我沒有檢討任何一個消費者啦 我是說這個大事公平的 你可以出去考慮你可以出去比較 來買車來賣車你都可以去比較 貨比三家 都沒有關係 買東西就是貨比三家 我老婆常罵我說你買東西都不貨比三家 我這個人極性子 我今天如果要喝咖啡我就買了 我就直接買了 我現在想喝我就買 女孩子在購物上面可能會比較 比較一點嘛 MOMO多少 東森多少 PC號多少 Yahoo購物中心多少 有沒有 閉嘛 往事 我買東西我都固定 一家買 比如說我都在Yahoo購物中心買 我就是我要找什麼 我就先上Yahoo購物中心 你幹嘛那麼急著買 很涼 你知道嗎 我們講求的是效率 跟這個情感面的 時間就是金錢 Time is money Time就是馬力 為了五千 一萬 出你 大家都累 我也累 有那個時間我回家休息回家休息回家 照顧小狗 回來 還好 全車有不少小叉商建議重考還是貼模 做不做會影響二手車架嗎 來這個我認真回答一下 要不然那個 精華沒東西減 第一個 要看你的經濟 狀況 因為貼模比考期真的貴很多 那第二個要看你的車款跟你的殘值 他是殘值多少時候你才會賣掉 這個你可能要評估一下 如果說 你只打算再開個一兩年賣掉 你要衡量一下七八萬的貼模 跟三萬的考期 你要花哪一個 對不對 當然你都要開到很久很久 車齡很大了你才會賣車 殘值很低你才會賣車 那其實 不管你怎麼做都沒關係 不影響殘值 我啦我自己啦 我是比較不會選貼模 因為現在貼模真的還很貴 然後第二個貼得好或不好 會繞起來 邊邊腳腳 轉腳貼得好不好 那個都很吃 經驗值跟技術 而且這個 有時候那個膜 裡面會甘水 你知道嗎 我之前那個 拍影片教過大家 板金折進來為什麼要封膠 就是怕水分停留在那個轉折處 所以你貼模會有那個轉折處 很容易停留 水汽 水珠在裡面 自己要評估一下 我那個被 PTT拿出來講 說小屎之前的影片就說絕對不會再買特斯拉了 絕對不會再買電車了 出耳反耳 說話不算話 他的影片能看嗎 能信嗎 結果後來就有人去挖出了影片 我是說我暫時 不會買電車 現在說話很小屎 我當初如果沒有講暫時 我現在就被炮了 對不對 人家去汽車旅館都可以說我去借廁所 我肚子痛 我只是去 上個廁所 我只是去休息一下 不小心滑進去 罵這種鬼話 你們都會信了 為什麼 兩個暫時有沒有講那麼嚴重 油電跟純電 會推薦哪一個 我一定是油電車的 我目前是油電車派 目前喔 暫時是油電車派 暫時 我覺得油電車 才是一個 我自己目前啦 我覺得以 電的技術 電池的技術來說 我真的還是覺得 油電車是目前 適合合適的一個產品 你至少油當備用嘛 你平常都用電沒關係啊 你有個備用油 你才不會有那種 充電的焦慮啊 或者是有的沒的 我是覺得要以 電油車比較好 電為主 油為輔 你平常 你有辦法充電 你都是用電在開 那也很省電吧 符合 電動車的一個 規範 只要充有的充電 但是在你沒有辦法即時充電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油啊 對不對 或者是你都不想充電 你就一直用油也可以啊 你就買一台電油車回來 你只用油 也OK啊 我就比較是偏向於這一派的 你像我之前很久就說過一個故事了嘛 我特斯拉影片上了之後就有一個特斯拉的車主就是 來找我賣車 那他就說了 開電動車你要計劃好 哪裡有充電裝 等等 我問他為什麼要賣車 他說他有一次就是 早上零食 要去林口開會 結果後來他發現他沒有時間 因為他太趕了 他沒有時間 等完充電再去林口 我是轉速的啦 要去一個地方 可是他 沒電 他本來沒有預計要做這件事情 又趕著要去開會 所以他只好先把特斯拉開到充電站去充電 再坐計程車到 他要去開會的地方 開完會之後呢 他再回去簽他的特斯拉 繼續下一個事情 可是當他這樣跑來跑去的時候他就想 我在幹嘛 我為什麼 被這個車綁住 所以他後來他就 決定要把這個車賣掉 電動車他有他很多更好的地方 我們現在講話就是 兩兆雙方 我們都要照顧到 就是開電動車他有很多的好處 竹帆不及被窄的好處 但是我現在只是說剛好聽到這個 不好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節目的時間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講 這麼多的好處我們沒有空講 他有這麼多的好處 只是我們的篇幅 不允許一一細數他的好處 我們只能舉這個不好的例子 先暫時拿出來 討論一下 充電時間 不知道多久可以改進 電池容量 里程續航 不知道他慢慢一定是會進步的 只是目前現階段 目前觀察起來 我還是覺得說 可能電油車 油電車 我覺得也還不錯 這個是 我們沒有說要緊繃 我們一半一半也不錯 符合我們天秤座的特性 對不對 什麼都要公平 以前大家都說 奧迪的車維修很貴 不好顧 妥善率差 有朋友說現在年分比較新的新股車 有改善妥善率 這個車是這樣說的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現在的進口車 Volvo 奧迪 福斯 或VAG集團的車 他在前五年的時候還算保值 他現在保值的狀態跟國產車 不會差太多 跟日系車不會差太多 可是你們 自己 Skoda也是 你們自己去研究二手車行行 這些車超過五年以上 那個折價是雪峰式 我觀察是這樣 你們去看前三年 看我剛說的一些進口車車系 歐洲車系 三年內的折價 國產車 日系車 不會差太多 但是你會發現 三年以後 甚至五年以後 那個價錢整個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賣一台 12年的S60 Volvo 新車也是100好幾萬 現在賣30幾 你12年的Kemory 現在來賣 也是賣30幾 問題是Kemory新車80萬而已 你這個新車 動輒130 150在賣 算不算雪崩式 很崩了吧 有 有機會跟你打迪賽 還是要搞觀才有機會 沒有啊就是看緣分啊 因為 這個你什麼時候來 那我也不一定有空 只要有來過我店裡的 有機會會聊到天啊 那我坦白話講 我如果每一個粉絲來我都跟你講來都可以跟我聊天 那我 每天應該天聊不完 也不是說這個 我們人小氣 而是說這個我們也有其他 工作要做 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講說 幾點 不然小師老闆你幾點有空我跟你約 不要這樣因為 那每個人都要跟我約 我每天都不用上班啊 為什麼要開直播 開直播就是 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跟大家一起聊天 回覆大家的問題 對不對 你這種一對一的 對不對除非我下次準備一個表 好 沒關係 開始算錢 請問你是今天三點 約好要來跟我聊天的粉絲嗎 是是是好 那我們計時開始囉 你好 我是 小 師 謝謝 你 今天 來 付費 跟我 聊天 請問 你有什麼 問題 想跟我聊的呢 這句話講完 已經跳八十塊了啦 我這句話講完已經跳八十了啦 關於 你剛剛 你剛剛問的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 非常的好 你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棒 我甚至呢 替你的爸爸媽媽 感到非常的欣慰 你 你既然可以問出這麼有建設性的問題 我如果是您的父母親 我一定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你問的問題 不是那種膚淺的 是非常深 而且有內涵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的回答是 不好意思時間到了 林先生你剛儲值一千 叮叮叮叮叮 林先生不好意思喔 時間到了 請問你是要繼續 加結呢 還是說這個一千塊還要再繼續儲值呢 有支付寶還是微信嗎 問題還沒有回答 我花了一千塊什麼 我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 脫台錢的概念啊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那個夯不浪浪 啪啦啪啦啪啦 兩個小時又過了 好不好 非常謝謝今天的這個六七百位的這個 觀眾朋友 那記得我們的影片 好不好 粉絲專頁記得幫我們這個按讚 訂閱一下 YT按讚訂閱一下 多幫我們分享 不要自己訂閱那個親朋好友 爸爸媽媽哥哥姐弟弟妹妹手機都要給他按一下 好啦 那就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早點睡 我們今天要睡美樓覺 我們明天要拍迷氣色 Ultra Dash Z3 還可以了 地標最強的デュアルレンズ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 Dangerland 金爸爸 手環打開LINE 零秒開機台 Furodo 百年翁系品牌值得您信賴 大家晚安